时间真的像是一匹野马,跑起来就停不下来,我们在慢慢长大,自己喜欢的NBA球星也在慢慢老去,舞台始终是属于年轻人的,在联盟荣誉够料,打得时间够长,很多人都会考虑退役,虽然每一位球星退役都会让人觉得不舍,但是这是无法避免的历史规律,或有往NBA不断注入鲜血血液,联盟还有可能一直这样火爆下去,在下赛季也就是2019赛季, 这五位球星很有可能选择退役,他们不仅是NBA的代表人物,同样也是我们的青春,卡特,卡特已经满料41岁,他在联盟征战料二名各赛季,生涯长军17.7分4.5篮板3.3助攻,虽然目前他没有提过退役的事,但是对于他来说,不能在天空飞翔是最痛苦的事,卡特历史地位有料,联盟的影响力也足够,虽然没有总冠军,但是进入名人堂, 是板上定定的事儿,他的扣篮给我们留下料无数美好回忆,如今的他虽然还能扣,但已经不是半人半神,特里,喷气机特里县,在已经无法带领球队升空,他已经是41岁的老江,在NBA打料19个赛季,长军13.4分2.3篮板38度攻,一次总冠军, 一次最佳第6人,他生涯已经没有遗憾,在如今强调更快的联盟,特里已经跑不起来的,他的三分野过能是灵光一线,无法成为终结比赛的核心球员,下赛季雄鹿如果不续约特里,他很可能选择退役,吉诺比利,吉诺比利和马次确实还有一年合同,不过马上要满次腰的碎他,油箱里的油几乎快好尽量, 罗纳德伤势不明,能否跟马次签约都不清楚,马次的未来并不明朗,吉诺比利打料16个赛季,长军13.3分3.5篮板38度攻,有次做总冠军,一次最佳第6人,该有的荣誉都有料,吉诺比利也该有所决定料,毕竟如何让自己的头发重新尝出来,这才应该是他最关心的事,维德,维德才36岁,要说年纪还不造很大,不过他自己有点不想打料, 但荣誉维德有三座总冠军,一次得分王,两次进入赛季一阵,作为球员来说,他该有的荣誉几乎都有料,他已经是历史前五的分位,历史地位也足够高料,维德被自己的牺牲折磨得很痛苦,近联盟就让料所有人一对半月板,能坚持打15个赛季已经是奇迹,维德本人,也在季后赛结束后直言,将在今下做出决定,诺维茨基,诺维茨基打还是不打,他个人的态度也很不明, 毕竟40岁的他在打内线,身体是真吃不消料,现在又是小球时代,要求球人是能跑能跳,虽然诺维茨基有三分,不过运动能力已经为零,进攻端还可以防守真的或能看住对手投不进,独行侠管理层肯定会尽力挽留他,库班也不会轻易让他退役,如果诺维茨基不退役,他在一支球队效力时间就是21年, 这就超越廖科比20个赛季,成为历史第一人,感谢观看,喜欢视频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! ,靠氏акиaf ,靠氏咯 ,靠氏ₐ